青魏 殿下 此事事事取较 六蕴分尾 滚 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殿下 一个月前 有人找到我父亲 花大假钱将我从他手中埋下 然后 想方设法让我进入康王府 就是为了等待今天 我不知道对方是谁 我只知道 他让我在刺客出现的时候 指认殿下 便是谋杀摄政王的主谋 既然如此 你就不应该把这刺客藏起来 更不应该 设法帮我隐瞒此事 你应该大声地尖叫 把沈玉叫过来 不是吗 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殿下以诚待我 我不能背叛你 你说的是真的 殿下肯为我将心爱之物付诸一句 我又为什么不能为殿下赴汤蹈火呢 只要殿下肯把我放在心肩上 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 殿下 不要相信这个女人 他企图想要接近你 最初还是要害你的 如果不是被发现 他们早就按原计划进行了 殿下怎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 全都下注在一个细作身上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做 今夜的事都是命 如果我是殿下 自然会除了后患 一个不留 说得好 好脏啊 不要让这些血弄脏了你的脚 殿下 今夜我的确是故意叫他们发现的 既然我决定跟殿下在一起 那殿下的眼睛 心灵 甚至灵魂 都只能由我一个人占有 又怎能有旁人呢 所以我故意引他们俩发现的 就是要把他们全都赶走 他们都说得对 你就是上天排过来 迷惑我的小妖精 陛下 卑职已经搜查过康王府 并无所获 你确定人是进入了康王府吗 几十双眼睛都看见了 卑职不敢作假 先起来吧 派医院的药童被人杀害 藏尸于假山 刺客偷走了药童的衣服和令牌 去给摄政王送药 路上遇见了沈将军 苍忙逃走 平城这么大去哪儿不好 偏偏最后却在康王府消失了 母后 既然搜查不到 就不能清一下结论 陛下 马相到了 臣马忠良参见陛下 臣听闻摄政王受伤 急匆匆赶来探望 不知摄政王现在怎么样了 摄政王至今还未醒 我也十分担忧 我也十分担忧呢 凶手找到了吗 刺客在康王府失踪了 非之进入查探 却一无所获 马相有何高见 如今 那摄政王和康王 一世世同水火 虽然在康王府没有找到凶手 但朝中臣子肯定会认为与康王有关 臣以为还得详查 最近 平城和荆州不断有事发生 臣以为 这可能是有人故意挑起争端 想坐收渔翁之力 那霍玄 如果不出臣所料的话 荆州必然有大事发生 他不能分身 如果陛下现在急匆匆地调他回来 恐怕 就中了别人调虎离山之计 罢了 霍玄就暂且留在荆州 等摄政王的商养好了 此事再行处置 沈玥 臣在 朕命你 带着禁卫 在平城城内好好搜查 一寸土地都不要放过 是 母后 你的身体也不好 还是先和朕回宫吧 摄政王如果有需要 我立刻通知宫里的 是 陛下 你特意跑来一趟 就是为了提醒朕吧 臣鲁莽 请陛下恕罪 朕当然知道你的苦心 先是赵琪被杀 再是霍玄抗旨 现在连圣政王都遇刺 朕若是再强行召回霍玄 即是会向康王派一边倒去 打破多年以来的平衡 朕当然明白你的一片苦心 臣 谢陛下 霍玄抗旨 宫 盛政王怎么样了 王妃 此毒十分厉害 殿下葬府受损 高烧不退 恐怕会有性命之位 那还有什么办法呀 这只能是进人事 听天命 希望上天必有 殿下 殿下 殿下雪原来看你了 殿下 殿下来 王妃 你干什么 王妃我自知罪孽 王妃不敢求你原谅 可是我求你 今夜让我照顾殿下 好不好 我魄力让你见她一面 已是违抗太后旨意 王妃 你爱容之吗 你不说话 可我知道你不爱她 一场朝政的联姻 将你们拉在一起 让你们变得都不快乐 我嫉妒你 但是我也同情你 我嫉妒你有郑妃的名分 嫉妒你是她名正言顺的妻子 但是我也同情你 同情你得不到夫君的爱 也丧失了得到幸福的机会 可是王妃那我呢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如今我只想见她一面 都要如此恳求 我就不可怜吗 王妃我求求你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就当作是可怜我 王妃 你起来 我不喜欢别人跪着求我 王妃 王妃我求求你了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王妃 王妃 我纵然再爱一个人 也不会为她失去尊严 更不会姚维起怜 那是因为你还不够爱她 人要先爱自己才可以爱别人 你为了爱她连尊严都不要了 等到了失去她那一日 你又如何自处 人各有志 你留下吧 主子 药来了 主子 药来了 主子 药来了 主子 来人 来人啊 怎么回事啊 主子 你醒醒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添乱 还不快收场 主子 将人扶回去 找太医前去诊治 快点 多谢王妃体恤 主子 连站都站不稳了 还拼了命的要照料殿下 结果自己昏迷不行 弄得这一团糟 这个马侧妃 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别说了 我留下来便是 你再倒一碗药来吧 是 容枝 你一定要快点耗起来 好 爹 马侧妃这是好了 是啊 好多了 多谢关怀 兰若 你这是何意啊 王妃正在屋里照料殿下 不用劳烦马侧妃费心 兰若 我可有得罪之处 侧妃向来待人有礼 曾有得罪之处 兰若 我知你伺候王妃 可是还是得提醒你一句 别忘了自己真正的主子是谁 更别忘记自己也是大魏人 奴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可惜侧妃好像并无自知 奴斗段提醒一句 王妃才是这里的女主人 其他人都应该守住本范 不该剑阅声势 你放肆 马侧妃 殿下在朝中父辈受敌 担惊结虑 回到府里自然是希望 妻妻和睦 风平浪静 王妃是个大度的人 不屑于妻妻之争 才会一再容你 但你别忘了 王妃能容 未必太后能容你 马侧妃 请回吧 你明知道她身份特殊 为何还要出院鼎庄 很多事情 王妃不屑去做 我却可以替她做 我的目的 不过是希望府内安定 殿下没有后顾之忧 你就不为自己着想了吗 我只是担心你啊 兰若很好 将军不用担心 你不是让父亲不要再来了吗 怎么又突然改变主意了 父亲 我想出去 你 自己把自己陷入这步田地 太后对你禁足 谁又能够救你出去 可我知道 父亲一定能让我出去 雪云 父亲特别奇怪啊 我刚才从近来到现在 你不停地在说 你要怎样 你要怎样 怎么对你的夫君 摄政王的事 一点都不关心呢 你平时不是很爱他吗 你这是怎么了 因为我知道 殿下一定会没事的 父亲心里 不是应该比我更清楚才是吗 此话怎讲啊 康王利用赵琪之死 打破两家的关系 皇上又招货悬回平城 若殿下执意要帮他 一定会彻底激怒赵家 康王此举 重击了赵家 打击了霍玄 连断了摄政王的左膀右臂 实在是一箭三雕啊 所以摄政王殿下 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现在这个时候 他多说多错 所以只能霍水东野 只有发生更严重的事情 才能转移别人的视线 有什么事情 能比摄政王遇到谋杀 更可怕呢 雪云 你个女孩子家家 不要妄自揣测 只可惜 在康王府 并没有搜到刺客 但就算如此 也够康王忙得焦头烂额了 毕竟摄政王遇害 最大的受益者是他 皇上一朝之君 皇者之心 虽然心系佛法 但也心仪 他能眼睁睁地看着 各路王爷争斗 也不愿意看着 康王一人作打 从前是迫于霍家的压力 才让霍玄回来 现在摄政王给了他台阶 他又怎么能不下呢 马雪云 闭嘴 父亲 你生气了 雪云从小对朝政不感兴趣 只是我也不是傻子 我不是你的女儿吗 不对吗 实话告诉你 摄政王现在的情形 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 他根本没有设计这场刺伤 他是在拿自己的命赌博 摄政王身临绝境 他的处境比你想象的还要艰难 他从小就服用毒素 身体毒素沉淀很多 这叫以毒攻毒 才能抵抗意识 不至于完全丢了性命 你想一想 一个人得逼到什么地步 才能拿自己的命去毒 坐着等死 这份坚韧 我马中良也由衷佩服 你一天到晚口口声声说 爱他爱他你根本不了解他 女儿啊 朝政上的事情 你就别颤我了 好好休息啊 父亲 我知道你生气 生气我沉迷于情爱 生气我不听你的话 可是父亲 女儿知道错了 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不断地去试探摄政王 因为我想知道他的底线到底是什么 现在我才发现 拿自己去试探他 他是最愚蠢的 这就是再给王妃接近摄政王提供机会 我不会再犯错了 以后我都会按照你的意思来 父亲 我错了 雪云 那父亲希望你好好地记住这次教训 别再莽撞行事了 记住 你是我马中良的女儿 不可以随便出击 但是一击就要避重 不要给别人留下烦咬你一口的机会 是 女儿明白了 来 你放心 只要你听我的话 父亲是一定会帮你的 是 你会有个好处的 优责 我肯定是挺有病的 我肯定是挺有病的 你们去这个阳子 就需要看了 你皮肯定是 worse 你们能告诉我 呀 他们来是很严重的 你调落得更多 是 最后打 something 你要记住 和我一共只会 你不肯定是 这便是 好了 真的不用背之虚行 沈谕 你这么急着去丹凤轩 是想去请王妃 还是要去见心上人啊 这么久了 蓝若对你 不论我如何接见 她还是对我冷若冰霜 平日里见面 也从不假辞色 蓝若身世坎坷 境遇艰难 你不该对她如此苛刻 我哪有脸怪她 全都是我的错 殿下抱歉 我不该提及此事 你可以投其所好 或许能打动她呢 殿下 殿下 背着先告退了 你怎么来了 殿下 今日我是堂堂正正走进来的 这是何意啊 父亲就求了皇上 献上我用血钞的一百遍经文 皇上又去求秦太后 这才下了恩旨 那就好 殿下 来喝粥吧 殿下 我来喂你 我自己来 你 那天殿下病重 雪云多希望能陪在殿下身边 那个人是我 可是多次上门 都被蓝若给挡了 蓝若也是尽忠职守 你不要怪她 殿下说得是 可能是雪云太着急了 下次见到蓝若 我一定赔礼道歉 殿下 我来帮你 我自己来 蓝若 沈将军 我刚在集市看到一只发簪 想到你戴上一定特别美 所以我就 多谢沈将军美意 蓝若受之有愧 王妃就快醒了 我得赶着进去伺候 实力 蓝若 是 王妃睡了两个时辰 想必饿了吧 蓝若 你和沈玉 王妃先用膳吧 对不起啊 蓝弱 是我太仓促 太唐突了 竟然问你这样的问题 都是我爱吃的 蓝弱 你真好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 王妃不必介意 都是过去的事了 其实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 本该结婚生子 却一直未嫁 但是 我又怕里面有别的隐情 所以没敢开口 弄师嫁过的人 什么 筷子脏了 我去换一双干净的 你等等 你坐 你快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两年前 蓝弱的夫婿上了战场 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本是殿下的副将 殿下看我孤苦 便忠我入宫伺候太后 后来殿下娶亲 太后就让我来府上照料 是这样啊 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对不起啊 蓝弱 但是 你的夫君已经过世了 你完全可以再嫁啊 王妃 你误会了 沈将军不过是同情我罢了 我可不觉得他是同情你 我觉得呀 他倒像是喜欢你 蓝弱自幼没了双亲 许是缘分得到了沈夫人的喜爱 便留在沈家做了童养席 沈将军少年出征一直未归 回来后得知婚讯 特别抵触 还跟家里搭闹了一场 我不想为难夫人 就离开了沈家 后来就遇上了夫婿 她待我很好 真是造化弄人 谁知道兜兜转转 我竟然又在摄政王府 重新遇上了沈将军 天哪 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离奇的事 可是 你们两个 在我面前完全没有流露出半点吗 王妃快用膳吧 饭菜都要凉了 我给你护刷干净的筷子去 兰若 你们俩藏得真的太好了 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啊 自兰若离开沈家那一日 此生跟沈将军就只是路人了 你都在这儿守了一整天了 你下都是轻的 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都在这儿守了一整天了 好 殿下不在我就睡不安稳 还是让我留下来 别让我担心 那好吧 那今晚我先回去 明儿一早我就来 我保证你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我 去吧 赵祥 好 属下在 王妃呢 这 属下也不知道 这不知道 那不知道 你还知道什么 是吗 参见王妃 王妃这么晚找我有事吗 没什么事 找你闲聊罢了 王妃可不像是会找卑职闲聊的人 想问你几个问题 王妃请说 当初你毫不留情地聚婚 令兰若流离世俗 为什么 好好思考 想好再回答 不然的话 我不准许你再接近她一步 若我诚实回答呢 那我就帮你啊 我帮你解开兰若的心结 我一直征战沙场 有今夕没来日 自己何时战死都不知道 就没有想过要成亲 回到家里 母亲却以为我准备了一个妻子 我与她素未谋面 从不亲近 又怎能轻易接受 那你拒绝她之后 为什么现在又要来纠缠她 我当时年轻气盛 反抗更是激烈 拦若无敌自容 点夜收拾行李 匆匆离开了沈家 后来我才有了回忆 索性她后来有了归宿 未婚夫是我的同袍 自然我也替她高兴 没想到 一场战争夺走了她的生命 兰若不惜抱着她的牌位成婚 你说什么 她还没过门 未婚夫就死了 怎么会是这样 那我更要问你 你从何时开始喜欢她的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已经对她动了心 王妃 你这个坏人 要不是因为你拒婚 蓝珠能成寡妇吗 别打了 你这个坏人 现在你还来救参她 王妃 别打了 你这个大坏蛋 滚 有多远滚多远 殿下 你看看王妃 说好了我老实说她就帮我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不要试图和女人讲道理 况且是你先错的 是你先放弃一段姻缘 现在又想找回来 世上能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等等 若不是为了王妃 你是不是根本不会主动与我说话 沈将军 我没有心情 那什么时候才有心情 王妃把我通骂了一顿 我才一直到自己 做错了很多事 王妃跟我说 做错了事 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原谅的 兰若 我不求你原谅 我只求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好好照顾你 好不好 将军 你觉得兰若过得不好吗 是 我觉得你过得不好 你认为我成了一个寡妇 一个人孤单度日 凄惨悲凉 在等待一个男人解救我 是吗 那是将军自己的想法 不要强加到我身上 兰若过得很好 兰若 更重要的是 如果将军不再走近 不再其余怜悯 兰若会过得更好 我已经搜遍了平城 都没有找到刺客的身影 我猜测 康王肯定是早有准备 才会一无所获 好 荆州有消息吗 至今都没有消息 看来霍玄是遇到大麻烦了 对啊 已经派了三批人过去了 至今都未回 恐怕荆州那边现在是异常凶险 好 团葫芦 好了ULL 唐葫芦 你要哪个 给我挑串大的 종 恭喜 请 않 九顾 谢谢 谢谢 mitt 糖葫芦 好吃的糖葫芦 想吃吗 来一转 好嘞 公主 你对季月真好 肯定买个串糖葫芦就叫好 傻丫头 我才不傻呢 能够跟着公主 是清月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了 事实证明 您是个好主人 季月跟着你最幸福了 行啊 我看你啊 就是天底下最容易满足的那个人 有好吃的 好穿的 好玩的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呀 是是是 你说得对 如果天下人都像你一样容易满足 那万事就太平了 走走走 快滚 这里可不是像糖 你没事吧 你给我站住 怎么回事啊你 当街欺负女人 贵人有所不知啊 那女郎三番五次来我店铺摄药 我们也是小本精英 哪金得起啊 一时手中 抱歉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你 都是我的错 走 看看去 过来 今天剩下的饭菜就这么多了 谢谢老板 不信 去吃饭了 快点 快点 飓了 小心点 开饭了 来 快吃饭了 我边打开了 你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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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 鸡 这个呢 这是鸡肉 鸡肉 那是鸡骨套 骨套也是肉的 都是肉的 怎么这么多小孩啊 都好吃 都好吃 好了好了 吃饭了 来 给我 怎么会这样呢 我要一个这个 太小了 好吃 好酸啊 好浪费啊 可以喝的呀 这 这酥了 这是阿子好不容易求婚来的 就是啊 他们是 都是些被丢弃的孩子 这些孩子们呢 大多家境贫寒 又生下来有病 父母就不愿意养活 就被丢到荒野之中 这些还算是好的呢 有些孩子一生下来 就被父母直接给溺死了 可是你 这里曾经是太后设立的玉婴堂 孩子们也曾经是衣食无忧过 后来皇上登基 为了筹措军费 就把所有的膳堂都给撤了 这些孩子们也就无处可去了 我是看他们可怜才过来照顾一二的 今日是小雨病了 我想跟老板再去奢药 这才碰上了你 这才碰上了你 嗯 谢谢你啊 你年纪不大 善心不小 很多人能独善其身就不错了 可是你却想帮助别人 不得不佩服 我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能撑一日算一日吧 我来帮你 来 这个我来拿 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哭了 我只是一时赶出而已 看你一世华丽一定是出身富贵 你怎么可能会理解这种一时无着 一无所有的处境呢 我来 你怎么看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你别帮你多燥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哥 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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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Cordy 人生若能长相见 如何才能看不厌 去年只走一片天 却是不同的脸 好想再见你一遍 促进我所有的依恋 在空中换一个圈 祈祷着爱能永恒不变 好想贴着你的脸 贪婪你的美恨 一瞬间 别问透了多少年 回首都是我的 泪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